红龙龙冲冲冲冲 赛车引擎声回荡整个赛车场 这里是位在意大利米兰的 猛闸赛车场来造访的是 艺人林志颖与妻子陈若宜 去年发生严重车祸 三隔十个月时间 林志颖再度回到最爱的赛车场 换上红色赛车服在赛道旁合影 也PO出坐在驾驶座内的画面 兴奋的喊好久不见 帅气程度爆表 这回还与西班牙赛车手 马克吉恩见面 林志颖说对方是她的最佳教练 陈若宜更记录下马克吉恩 亲自驾车介绍赛道的画面 每个动态都能看出林志颖 逐渐恢复健康 带家人到欧洲旅行 还感受赛车驰骋快感 看在粉丝眼里十分感动 近期吸睛的男星还有这位 是李仁哥吗 诶 洗手啊 怎么出现彪哥的声音了啦 洗手啊好久不见哦 李仁日前登上录影时机节目 拥有不少隐藏版技能 其实她平常也常跟家人到户外放松 更因为女儿逗逗一句话 脸书发跟大课车的合照 李仁说自己考到大课车驾照了 虽然考试过程有些许失误 但还是考过了 谢谢监考官 谢谢教练 其实她三月初就透露 自己在学习新技能 现在成功完成任务 李仁曾向媒体透露 在美国看到很多人把大型游览车改成露营车 女儿又能走到哪睡到哪 回到台湾才想报名课程 结果过程相当顺利 网友大赞 真的是斜杠的女儿控 TVBS新闻高智老师 台北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